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教材跟測應器 你直接點這邊 點這邊就可以了 點開之後呢 它一樣有幫您記錄您的學習的時間 一般來講其實像我們在OneNote裡面 在OneNote裡面的話 其實這個教材的類型有很多 像一般我蠻常有 比如網路上我們有時候看到YouTube影片不錯對不對 你可能就放在 如果您用的是數位學平台有點麻煩就是 除了連結不然就要砍入在裡面 再建一個 那它裡面就比較快 那你看比如說像這個 點進來 這樣就在這邊 那麼您可以看到除了影片以外 右手邊這裡有什麼 除了您可以做自己的筆記以外 右手邊這個我們稱作補充教材 補充教材 您可以把一些相關的補充資料也可以放下來 那它也會自己抓什麼 如果您用的是YouTube影片 它會自動把簡介就直接放進來 你也不用自己打 你也不用自己打 那重點是這個方法不錯 老師可以試看看 腳麻怎麼辦 我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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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手就好了 哈哈哈 老師有空再看看 這個是真的有用 哈哈哈 好 那這是比較常見的第一種就是我們講的影片 那麼您在這個學習的過程裡面 我們剛剛這裡面不是有好多個嗎 對不對 那你要回到這邊來不用 你可以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 這裡 在這裡 好你可以從這邊跳 也可以直接點這裡 直接就跳 看你要看哪一個教材 都可以 那麼如果說 這個教材已經看完了 你也可以勾起來 可以勾起來 表示我已經閱讀完了 它就自動跳到下一個 好那沒有看完也沒關係 對不對 好也沒關係 它會幫你記錄起來 我會幫你記錄起來 那麼你看我們再往下看 像這個 這個就是屬於 我放在數位學習平台上有公開的 有公開的 那因為以後我們會遇到很多這種問題 老年失智症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我們總有一天都會老去 呵呵 那這個紀錄片我就會給同學做參考 好像這樣 我把它整理在數位學習平台上 因為它裡面有比較多篇 所以我用這種方式整理 我會覺得比較方便 好比較方便 所以如果說 欸您是教材 可能是來自什麼 別人的網頁的資料 我也可以像這樣把它放到裡面 這樣的話我們 它就可以變成 它在閱讀這些教材 除了像我們剛剛的塗鴉筆記 也可以自己做筆記在這邊 好也可以在這邊 那你看右上角這邊 就有它的閱讀的紀錄 好閱讀紀錄 那另外呢還有像什麼 像最近我上3D的課 其實我都會介紹這個軟體 我也蠻建議老師 您可以玩玩看 這個是open source 這很有成就感 以往同學上3D 上3D的課應該都是奄奄一息 哈哈哈哈 蛤2D都弄不完 還用到多1D 那這個是真的很有成就感 因為它直接做的比 以拉脆它簡單 因為畫2D就看到3D 對啊 重點是open source 所以沒有那個費用的問題 而且可以不用安裝的 好像老師您可以到這個 您看一下我們右手邊這裡 再點一下旁邊 您看右手邊 右手邊這裡 我是不是有做一些連結 有沒有 老師常用的連結把它放起來 那我的課程裡面 我有放在Google的寫作平台上 就是專門介紹我要上的課程 那麼像我們在做那個3D的 在這邊 老師現在其實要做 課程你要自己做廣告嗎 這樣才會 因為我的都是選修的 才會開得成 哈哈哈 必修的不用 哈哈哈 對啊 所以我就要做成這樣 這樣比較方便 同學去看 好 那您看 像我們上了3D的課程裡面 在這邊 像這個 這個是 它用那個軟體就做出來的 像這樣子 那一般來講 其實你要做這個 用3D的課程要做很久 那也可以做成動畫 像我們在這邊做成動畫的 像這個 它就可以很輕鬆 你就直接做成動畫進去做導覽 這個一下就完成了 我們只要上兩節課就會 這樣會不會太誇張 哈哈哈 太強大了 是軟體寫得好嗎 對啊 我們只是 推波助浪而已 那所以其實這個真的不難 對不對 你看像這樣很快就完整 那這個軟體 其實老師也可以從 也可以從這裡下載 我有放在這裡 好 您也可以從這邊 這個 進來之後呢 就可以進去 老師 你可不可以稍微暫停一下 讓我們洗凶一下 好 OKOK 因為我們習慣信 好的 沒有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現在是一個一個 然後等下不會問一下 好 了解 OK 現在已經中年失敗了 哈哈 反正您可以從這邊就下載一下 大概200MB左右 還蠻快的 OK 那我們就讓老師您先 先瀏覽一下這些任務 好不好 嗯 好好好 我想請再講 那個 簽入進去的時候 那個檔案大小 沒有關係 因為砍入的時候 也是別人的東西嘛 是 所以其實在one note上 基本上 他並沒有 並沒有幫你保留教材 因為他都是連結 他主要都是連結 所以上課的時候 一定要網路連結 對 如果原則上是要網路連結 所以這是對於關鍵 對 對對對 蛤 沒有 因為他本身並不提供 給你太多空間 做分享的 他主要是透過連結 等於說您去做整理 所以你要有自己的空間 那 剛剛老師提到這個部分 主要我會建議老師 這裡齁 您可以看到 延期資料裡面 這裡有一個 其實我們學校都有 只是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這個信箱 這個 老師的那個 Google信箱 請問您的信箱空間是多大 您有注意過嗎 就是之前他有給我們一個典費的 然後後來他快要買 他會一直跟妳講說你快要買 快要買 然後我就一直不理他 他叫我另外 結果後來好像Brain 他跟我說他要送我 然後我就 是嗎 對啊 可是 老師您知道我現在這個Gmail的空間 我是無限空間 你都可以有 只是你沒去申請 真的 就在這裡自己看最好 因為我已經寫在文章上了 對 我們學校代管的 學校代管的已經 本來我們一般的Gmail空間是15G 這是這裡 但是現在呢 之前 學校代管是30G 現在已經升到無限空間 你真的沒有看錯 真的 沒有還是運章也無限 蛤 當然都是全部啊 所以老師為什麼不用 我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在我們學校用 還不會太慢啊 你剛剛看到 我剛剛不是有分享那些影片啊 通通放在上面 真的真的 這個在哪裡 老師您再看一下 在這個延期資料裡面 這裡 有沒有 您可以跟我們學校那個 資網中心張正陽 張老師 申請一下就好 這個我是絕對沒有 要跟他申請嗎 其實 我跟你講同學每個人都有 只有老師沒有 哈哈 因為我密碼忘掉以後 就不會 你可以請他那邊幫您重測一下 只有Gmail才可以 像我們學校有一個 Poto的Tmail 沒有其實 那個沒有 那個沒有 那個您看一下 您看這裡 我這個就是用我們學校的 你看 有沒有 一樣看有我們學校Logo 可是實際上 還是透過Google的登錄 那您看哪裡 會知道我有沒有那個限制 你看 以使用這樣 本來如果你有空間限制 就是他要告訴你還剩多少嗎 用了多少 對不對 這個 他 懶得告訴你 因為你就是用 哈哈 他真的變無限了 他上面官方好像這樣有寫 所以這個我覺得老師真的可以去申請一下 因為這樣 你以後不管是在放您的教材 還是說您要分享 有時候要分享檔案 你就不用再去考慮說我的空間夠不夠的問題 所以學校申請才有 我們現在也沒有 因為學生他們其實一進學校的時候 他本身就是除了學校的標準的那個信箱 他就有再送一個這個信箱 當作是校友信箱 那老師的部分他好像沒有幫大家加進 所以您就變成說要跟他再去跟他講一下這樣子 對 對對對 就是Google代管的那個信箱 對 那以後您登錄的時候 都跟一般您登錄區沒有一樣 你應該認同老師 你可以同一幫我們整齊 好不好 那老師您先討論看看 我們先到這邊先暫時休息一下